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差六天就要举行婚礼 对对对 特别特别的难那时候 然后我媳妇一直没放弃我 那婚礼肯定没有如期举行 没有举行 没有举行 但扯得正 我是领结婚证的第四天出的车祸 按道理来说 结婚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每个人都在憧憬着婚后怎么过 给他什么样的幸福 是吧 对 但是计划一切都被打乱 对对对 来 我们掌声邀请她的妻子 你妻子她有一种慈祥的美 就面带善意 福相 对 她心里很特别善良 但是想起2011年的那件事情的时候 当时当你得知自己的新郎官 出了车祸高位接摊的时候 你一定是痛不欲生 是的 那天下午我们其实要去买三斤的 然后那天就是一直给他打电话 就是不接就是不通 心里还有点生气 这怎么回事还觉得 一直到下午四点的时候电话接通 是他同事接的 然后说在医院 那时候心里咯噔了一声 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他 也只是头上就这块有点血 然后浑身上下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 就觉得没事那时候 但是后来医生来说 就说赶快给他准备手术吧 让他下半生可以坐轮椅 要不然轮椅也坐不了 我当时刚树伤的时候我昏迷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就听见外面有一个医生 就是科室主任跟我媳妇 还有我爸说 你儿子后半生只能坐轮椅了 赶紧手术吧 然后他就进来了 他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哭了 我知道我这辈子给不了他 他太多东西了 就特别不使了 但是我说你走吧 我说我这辈子完了 他摇了摇头他啥也没说 他当时让你走 觉得这婚结着没啥意思 你当时怎么做 我当时没有多想 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他 我只想让他好了 但你脑海当中有没有翻过一幕幕 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人生困苦 想过很多 这辈子遥遥无期 你要等他站起来 对 要等到他好的那一天 你再也不可能像一般的女人一样 那样去撒娇 是 被他肩上扛着 背着抱着 对 不能和他一起爬楼爬山 不能在一起的事情太多 但是还是没有多样 只想等他好了 只想跟他 就是一辈子在一块 就人就是这样 真爱的人 如果发生人生的逆转和灾难的时候 反而容易激发起你那种 更要爱下去的勇气 越是这样我越不服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就是认识 其实特别有一个传奇性 我给他介绍对象 然后他们两个人没成 然后我们两个人成了 把这事好好说说 挺有意思的 当初的时候是 我跟我媳妇的表姐 是在一个工厂上班 然后我媳妇的表姐 就是说问我 就是有没有对象 然后我说我有对象 其实那我没有对象 我说我给你介绍另一个人 然后我就介绍给他 我的另一个工友 然后他们两个人谈 谈了就是二十多天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 就不了了之了 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你说说 他认为我们是二十多天 其实那个男生 他根本就没看上我 我们也没有开始 那你们俩咋好上了 那就是 我表姐又就说撮合我们 你表姐老找她干什么 因为我表姐和她 在一个单位 她平时就是表现得 就是挺好的 就表现得像个媒婆的样子 是吧 就是 不是 我表姐的活都是她帮着干 就是感觉她小伙挺勤快的 就是干活的时候 第二次我找到你了 对 我自个上吧 其实第二次是我特别想跟她谈 因为第一次见的时候 说实话我就忽悔了 特忽悔 因为这本来就是 人家介绍给我的 本来就想给我 然后我又介绍给别人 那特忽悔 然后幸好他们两个人没成 然后其实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还好那哥们儿 实相 对 还好他俩没成 阴差阳错 对 你们谈了多久 11年3月7号 我们俩开始重视谈的恋爱 然后我们是 2011年的11月的11号 就是光棍节 就没谈几个月 对 没谈几个月 直到出现车祸的那一天 对 直到出车祸的那一天 然后在一段灰暗的日子当中 你不断地要她离开你 对 但是她一直不肯走 后来你怎么走出来的 我媳妇 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说你赶紧走 我别在这了 那时候我媳妇说我不走 因为我已经怀孕了 没那么巧吧 真的 就一个月 就是她受伤之后 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跟你说她怀孕那一刹那 你什么感觉 我感觉心里说实话 既高兴又特别难过 高兴的是我媳妇还怀孕了 不高兴的是就是 我受伤这么严重 这个孩子感觉来的 也感觉不是那么是个时候 感觉万一我好不了 会不会拖累她一生呢 你真的一开始就 特别想把她生下来 一开始就特别想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我们 是让她有勇气活下去 好好锻炼的希望 那你怀孕那段期间 你还要照料她呀 我家是五楼 五楼的时候 她就是怀孕 就是肚子很大的时候 她说去闺女买西瓦 买这么大一个西瓦 从五楼 你想想一个大孕妇 捅大肚子 然后经上来 经下去的特别难 当初时候有一个护工 她护我 她说你媳妇进西瓦 进到三楼进不动 我一听到这话 我立马我就哭了 心里特别难过 孩子多大了 孩子五岁了 五岁了 对对对 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你说什么 三个孩子 你哪儿来又蹦出来孩子 那大宝初生之后 我们又在2015年 做了一次试管婴儿 你干嘛还要一个干嘛呢 因为有一次在医院的时候 因为她经常住院 住院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 就是一个孩子守着这个老人 没人替她 那种感觉 然后我不想让我大宝 尤其是她爸爸 又是这种情况 我不想让我大宝女以后 就是 就没一个商量事的人 总之就是不想让她 有太大的负担 对 我们这有一段小片子 我们来看看 这三个孩子怎么样 因應是人生生的 今天大女儿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大女儿 太可爱了 来 到这儿来 叫什么名字 刘雨昕 多大了 五岁了 这孩子救了你的命啊 对 他来得太是时候了 对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是我们一家人的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要一台可以站立的电动轮椅 好 谢谢 来 请回 什么叫能站立的轮椅 我都没见了 就是可以用电动操作 可以站起来 为什么要站起来 就是因为它如果长时间 不站立的话 它会骨质疏增 防止萎缩 其实你们这家庭呢 在这种不幸之中 又有这么多的幸福 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真的挺钦佩你的 我给你点点小建议啊 我觉得你呢 虽然人在轮椅上 但是呢 还可以学很多生存的技能 在轮椅上 一样可以做一番大事业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帮助你 实现你的幸福梦想 谢谢